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上了海神波赛东的儿子叫厄里翁 但是他的弟弟阿波罗不愿意姐姐嫁人 有一天厄里翁正在远处的海上游泳 阿波罗看到以后就心生一计 毒计 他就对姐姐阿地米斯说 他说你看 在遥远的海面上有一个黑点在移动 我打赌你射不中那个小黑点 结果这个好胜的阿地米斯立刻就弯弓搭箭 一箭就命中了水里的厄里翁 当海浪把厄里翁的尸体冲上海滩的时候 阿地米斯是悲痛欲绝 因为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爱人 于是这个阿地米斯就恨死了自己的这个弟弟 法师再也不和阿波罗相见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太阳和月亮各自掌管着白昼和黑夜 白天不懂 夜的黑 貂蝉没法爱张飞 阿波罗一再想追着姐姐想要道歉 但是月亮永远在白昼到来之前就隐藏起来了 这一对恩怨一直到现在也没法化解 死去的俄里翁也得到了宙斯的同情 就把他给升上了天空 就成为天空中北半球最容易辨认的这个星座 就是猎户座 猎户座的英语就是Orion 俄里翁的爱犬在他主人死了以后就不吃不喝 也随着主人而去 也被宙斯升上了天空 他就是猎户座旁边的大犬座 这个就是一个美丽的希腊神话传说 希腊神话中总是这样充满了情欲 暴力和浪漫 但是希腊众多的性格鲜明的女神 也显示出古代希腊社会对女性有一种崇拜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这个 Artemis 可能熟悉的人并不多 但是这个形象传到罗马之后 在罗马的神话中 她的名字大家就比较熟悉 就是迪安娜 在英语里就是Diana 所以下一次你再听到这个Diana 这个美丽的名字的时候 你就知道她是来自于月亮女神 那么今天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段 美丽的希腊传说呢 因为这一次阿迪米斯又要去执行她的弟弟阿波罗 没有完成的使命 就是继续探索月球 好说到今天的新闻 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 大家知道是NASA在1961年到1972年执行的 载人的登月计划 最后一次登月是阿波罗17号 是1972年 那么到现在就50年了 50年过去以后 NASA又开始执行新的登月计划 这个计划就叫阿迪米斯计划 弟弟是阿波罗计划 现在姐姐登场 阿迪米斯计划呢 实际上是阿波罗计划的一个升级版 升级在哪呢 就是说今天人类的登月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说探索月球 而是为了下一步登陆火星做准备 另外呢 把这个计划命名为阿迪米斯 它还有一层深意 就是这一次将会有一个女性的航天员登上月球 这个阿迪米斯计划最初是2017年开始制定 目标是在2025年把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 这一次他们不仅仅说是探索月球 而是要在月球表面呢 开始修建人类的基地 而这个基地被设定要在2028年 2029年完成 然后就会作为登陆火星的一个前哨基地 阿迪米斯一号目前已经准备完毕 发射时间是8月29号上午 也就是下周一 发射的地点在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阿迪米斯一号呢 是不载人的 它的主要任务是测试新的发射装置 和新的太空飞船的性能 你知道这次搭载的这个太空飞船叫什么名字吗 它就叫猎户座 就是厄里翁 Orion 这一对希腊神话中不幸的情侣 在人类的航空史上终于完美的结合 猎户座飞船的体积和座舱 都要比原来的那个阿波罗要大很多 阿波罗是坐三个人 它是可以同时承载四名宇航员 那么所以体积大了以后 在返回地球的时候 这个猎户座飞船就存在巨大的挤压 前端的空气和这个空气摩擦的这样一个界面 而且它的速度非常高 猎户座在返回地球的时候 会以32倍的音速撞击地球大气层的顶部 在它的表面会形成一个2700度的高温 2700度是多高呢 这个温度比普通的炼钢炉要高1000度 它基本上是太阳表面温度的差不多一半 你想想什么材料才能耐得住这样的高温 所以这一次航行中测试的一个重点 就是看猎户座飞船的这个隔热照 能不能顶得住这个高温 汤年的这个俄里翁啊 就没有能够抵挡住阿迪米斯的那一舰 那么希望猎户座飞船能够抵挡住 地球母亲的热情的拥抱 再说说火箭 它的助推火箭 这一次发射的助推火箭 是美国最新的大推力的捆绑火箭 叫SLS 这个是美国NASA从航天飞机停飞之后 它研发的另一款新型的助推火箭 个头呢 看上去没有原来的那个火星5号大 但是使用的发动机的功率 是大大的超过了土星5号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当年送阿波罗去月球的 那个著名的土星5号火箭 它在地面的推力是760万宝 而新型的这个SLS火箭呢 它的地面推力达到880万宝 阿迪米斯围绕月球飞行的这个高度 要比阿波罗要高得多 它的路径也要长得多 所以这个是人类迄今为止 航天器发射出去还能返回来的 最远的那个距离 这个计划参与的国家 包括加拿大 日本 英国 阿联酋 好像还有意大利 卢森堡 耗资超过1000亿美元 每一次的发射的费用 是40亿美元 这个要占到NASA全部预算的六分之一 所以这个工作是NASA今后几年的重中之重 这儿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的航天事业 已经和过去那种完全的国家包办不同 今天有像SpaceX这样的商业太空发射业务的公司 SpaceX的那个叫龙XL 货影飞船 对吧 它很可能将会成为今后 这个阿迪米斯计划中的货影飞船 它会不断的从地球向月球基地去输送这个建材 另外这次登月行动中将会使用的登月车 将会由日本的航空研究所和丰田汽车公司一起制造 历史似乎开始重演 什么意思呢 美国的这一次重启登月计划 很明显就是在和中国竞争 早在2004年 中国就制定了登月计划 2007年 他们发射了嫦娥月球探测器 2013年实现了在月球表面的无人航天器的软着陆 还带回了很多这个月球表面的土壤标本 中国是明确的表示他们有载人的登月计划 可能会在2030年实现 而美国设立的这个载人登月时间是2025年 所以这儿明显有一个竞争的意味 但是有趣的是呢 按照美国人的这种拖延的习惯和中国人的这种只争朝夕建设狂魔的这种干劲 说不定两国会在同时发起载人登月 那就有意思了 到那个时候 两国的宇航员会不会在月球上握手呢 这事儿想起来都很浪漫 阿迪米斯和嫦娥相会 两个国家的月亮女神在月亮上会晤 而最有趣的是 他们在地球上的母国还相互有点敌对的味道 人类的战争和对抗啊 无疑是邪恶和丑陋的 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时间的长河里 你把它放在一个生物系统的尺度下 这种对抗又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人类这个物种内部的叫种内竞争 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种内竞争 这种竞争有的时候它就是以消耗种内的能量和资源为代价 来筛选出更为强健和对环境更适应的个体 那长期的筛选之下呢 物种就变得越来越强大 当然人类显然不能够再像动物那样去搞原始的种类竞争 但是相互的敌对和这种军备竞赛 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的种类竞争 这种竞争往往是丑恶的 但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它确实促进了人类科技的进步 我们可以去问这样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不需要去搞这种军备竞赛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回答 第一种回答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搞这种对抗了 因为人类作为一个远远甩开动物界的物种 我们已经不存在说有生存的威胁 那你科技发展的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好像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反过来这种对抗本身 或者说种类竞争却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战争都是要死人的 而且弄不好再来一个核战争 那人类自己都能把自己给玩的团灭了 所以对抗式的竞争 尤其是军备竞争 第一种意见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而另一种回答却认为 我们依然存在被偶然事件灭绝的危险 比如说小行星撞地球 或者脑洞再开大点 外星人来攻击我们什么的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和技术 就很难保护人类这个物种 所以我们现在付出的内耗的这个代价 也就是战争这个代价 却为整个人类提高了防御能力 那你古代的时候 来一个小行星撞地球 那我们就只能祈祷上帝了 对吧 而今天我们基本上不怕一般的陨石的撞击 我们不但有导弹还有核武器 一般的陨石我们都不怕它了 当然能不能抵御外星人 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个两个答案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 但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风险控制的问题 那么就我自己来讲的 在科技方面我是一个理性乐观派 我觉得人类科技的发展是一件正面意义更大的事 尽管这种进步 有的时候甚至要付出相互对抗的代价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Eric 我们的新网址是jrmz2jrmzr.org 在网站上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今天就到这 明天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节目 我是主持人Eric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这位普遍被认为是冷战终结者的前苏联最高领导人 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去世 享年91岁 他的死因没有公布 但是长期以来戈尔巴乔夫一直受到肾脏疾病的困扰 俄罗斯通过自己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说 普京总统对戈尔巴乔夫的去世 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并且和他的家人和朋友通了电话 西方领导人大多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 拜登总统称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远见的罕见的领导人 认为他促成了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和无数人更大的自由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 戈尔巴乔夫先生不懈努力的开放了苏联的社会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赞扬戈尔巴乔夫 是为自由的欧洲开辟了道路 爱尔兰的总统法国总统都表示了自己对戈尔巴乔夫的敬意 而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一般有两个部分 大多数人是赞扬戈尔巴乔夫 结束了苏联这个邪恶的帝国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他导致苏联解体 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比较特殊一点 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权稳定的考虑 所以他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改革 但是即使是中国 他也承认戈尔巴乔夫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安全 结束冷战之后 中俄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得到了缓解 这个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有帮助的 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共同体的解体 一般都被认为是一件负面的事 这个是因为一个大的共同体它具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统一的市场啊 统一的军事力量啊 能够更有效的配备资源啊等等 这个可以使得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参与者获利 所以大家总会觉得宁可要合而不要去分 但是如果这个共同体使得自己的参与者苦不堪言 权衡利弊之下大家也就会放弃这个共同体 像苏联僵化的体制和它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使得它的参与者最终都决定结束这种合作 实际上苏联的建立本身 并非像美国那样有一个联邦制限会议 那样争吵妥协最终是自愿合并为一个国家 苏联的建立本质上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莫斯科对于其他的加盟共和国是有绝对领导权的 它不是一个平等谈判的地位 不像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那样 对于东欧也是这样 它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平等关系 所以这种共同体的话 它带有强迫的性质 而且它各个参与者获利也并不多 甚至是饱受僵化的经济体制之害 所以最后散火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以这个责任恐怕不应该由 戈尔巴乔夫先生来承担 但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的这种 特殊的社会制度 这种共产主义实验 这个到底对不对呢 对这个问题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对的 甚至有一些极端讨厌这种极权制度的人 他会把共产主义是称为是一种邪恶的学说 但是马克思和希特勒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希特勒是从一开始就宣扬 亚利安人是优秀种族啊 他们要淘汰掉烈等民族啊 那对不起了 我们这些被你称为是烈等民族的人 哪怕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我也一定会认为你希特勒是邪恶的 我也得反对希特勒 对吧 但是马克思不一样 马克思学说主张的是解放全人类 是对我有利的 这个解放不但是包括物质上的自由 它也包括更广泛的民主和人性的自由 马克思学说从初中上来看 怎么看它都不是一个邪恶的学说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出了大问题 凡是按照这个学说所建立的国家 没有一个成功的 而且大多数都沦为了邪恶国家 事实上他们对人权和自由 都采取了严格的打压和限制 完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衷是相悖的 那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所宣扬的民主 实际上是一种 比今天任何国家的民主形态 都更为充分和彻底的民主 马克思认为资本和为资本而工作的 异化的劳动会扭曲人性 拥有资本的人实际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他说的没有错 比如说美国今天的各种资本游说集团 那是一个每年上万亿的产业 而且那些富翁还可以成千上万的 甚至是上亿的投资给某一个政治家 那么如果资本可以很大程度的影响国家政策 甚至是影响选举结果的话 那我们就很难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民主 比如说我 我就根本不可能期望 我的民主权利和索罗斯是平等的 因为它可以捐献给一个喜欢的候选人 上千万的资金 而我做不到 我们的政治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 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个是不公平的 在他的社会里就取消了资本的存在 他认为这样就能达成某种公平 大家都是无产阶级 大家都没钱 大家都是一人一票 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忽略了一件事 资本本身它只是人能力的一种体现 我可以通过做生意或者是办工厂 集聚起大量的资源 这个资源在资本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钱 然后用这个资源去扩大我的民主权利 对吧 这个是马克思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即使你取消了资本 我同样可以通过 比如说写文章啊 或者我个人的魅力啊 或者我的演讲啊 甚至就是民粹的煽动 我一样可以聚集起大量的资源 这个资源没有资本的话 那就是我的拥护者 他们上街游行 他们举标语 他们爱戴我 我同样可以扩大我的民主权利 人和人之间天生有一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 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这个层面 他认为取消资本就公平了 这个就造成一个悖论 你凭什么单单去仇恨资本呢 任何天赋和超群的个人能力 都可能造成政治资源向自己倾斜 马克思如何去构建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呢 为什么资本影响政治 你就认为是不公平的 我用我个人魅力和煽动去影响政治 那你又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的一个缺陷 他是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 所以这个缺陷就导致马克思的这个民主理论 显得非常的模糊 至少他在论证的这个力度上 就远不如洛克和卢梭对于人民自然权利来源的论述 理论的基础就不老 所以按照马克思理论建立起来的国家 这些人可能对民主都有很美好的憧憬 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这个民主 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民主 就是共产主义的这个民主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本人也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 因为他无论是在共产党宣言 还是在格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都只是简单的论述了一下 叫无产阶级民主 但是从来没有具体的像孟德斯丘那样提出一个三权分立的具体措施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高声的赞扬民主 但是却无法组织起来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形态 有些人会认为说 哎呀这些革命者他们都是很虚伪的 是骗人的 他们根本就不想搞民主 他们骨子里就想搞独裁 但是我宁愿相信他们依然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是希望搞民主的 但是却根本不知道民主到底是什么 如何去搞 我相信至少早期的革命者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很大程度上只能够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 像列宁的这个民主观 他就是受俄罗斯传统的集体农装形态的影响 毛泽东的民主观就更倾向于中国的这个王后将相 宁有种呼这种原始的平权冲动 所以他动不动就鼓动这个底层的老百姓去造反 哪怕是这个党的干部也一样给你推翻 这个做法其实很像朱元璋的 所以这些革命者 他们脑子里的所谓民主 就只能是他传统文化里给他的那点东西 老百姓能够把官绑起来游街 他就认为这就已经是民主了 我的意思是说 马克思的这个模糊的 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过于理想的民主理论 导致他的实践者根本无从去执行 他们只能转而求助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而在传统文化中 他们能够找到的只有集权的做法 所以最终你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 会出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形式上他是一个超级民主的投票形态 在苏联就是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中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但实际上他们都沦为可笑的橡皮图长 真正的权力依然掌握在懂得如何控制大众的 那些政治精英的手中 而他们无一例外的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叫人民领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个完全人为构建的社会框架中 没有引入协商机制 而是认为应该通过革命来一次性的建立这样的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必须要通过某种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革命形式来建立政权 当然他也有例外 他认为在像英国荷兰美国这样的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 可以通过工人运动 可以通过投票来获得权利 但是到了列宁呢 他就强调所有的政权都只能够暴力获得 这要说一句不太礼貌的话 就是马克思先生确实是太子大了 如此惊天动地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重塑 竟然他缺乏一个内在的修正机制 这就好像有一个总设计师 他说我们只要在山顶上安营扎寨 就一定能够胜利 但是呢 他首先设计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图纸 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一定要在山顶上扎营 他还不允许各位参与者提出异议 来修改自己的设计 甚至他连一个具体的行军路线图 他都拿不出来 他只有一个原则不能动 就是你必须要在山顶上扎营 在马克思这儿就是必须要无产阶级专政 你这么玩 你不失皆亭 才真的有鬼了 好 我们来对比一下美国的革命 美国和苏联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他们都是对原有的 其他国家都在使用的 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不满 苏联面对的就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面对的就是其他的君主制国家 他们的解决方案呢 都是采用了某种人为设计的政治框架 苏联是采用了马克思主义 而美国是采用了孟德斯丘的三权分立 苏联是认为权力归无产阶级 社会就公平了 美国是认为把权力拆分了 社会就公平了 但是两者不同的是 苏联是通过镇压反革命 来消除自己理论的对立面 而美国则是通过制宪会议 大家吵吵闹闹四个多月 吵出了人类近代史的第一部宪法 苏联是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沙皇体制下 突然你就要建立一个什么人类最先进的制度 要实现什么最充分的民主 而美国那个时候呢 它已经有了英国良好的法治传统和议会运作机制的 有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苏联的这个社会实验呢 跨度太大 设计模糊 理论上也有缺陷 实践者又是来自于那些特别落后 特别集权的那些国家的人 所以他的社会实验最终的失败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伟大就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实验 已经违背了他实验目的的那个初衷 没有带来人类的解放 反而带来的是更深的桎梏和压迫 所以他宁可自己丧失权力 也决定终止这种实际上是开人类文明倒车的这样一个实验 可以讲他防止了人类的损失进一步的加大 戈尔巴乔夫可以被看作是一名自由主义者 他在后来看到普京重新削弱了俄罗斯人民自由的时候 他曾经警告说 他说那些统治了20年或者更久的人 他们最终唯一关心的就只是掌握权力 这是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是走在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前面 他代表俄罗斯的未来 但是他能做的非常有限 愿上帝眷顾戈尔巴乔夫先生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的新网址是jrmzr.org jrmzr.org 以前的jrmzr.org在北美地区可以使用 但是在中国大陆还不行 我们还在继续想办法 好我是Ary 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 我是主持人Ary 今天我们接着聊戈尔巴乔夫 在昨天悼念伟人戈尔巴乔夫的内容播出之后 我收到了很多反馈 其中有一位朋友说 戈尔巴乔夫可能并不是不想维持苏联 他只是太软弱罢了 但是这个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苏联的领导人从来不忌讳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无论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还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这样 俄罗斯人很难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 喜欢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非常痴迷于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继承这个传统 但是他选择不这么去做 戈尔巴乔夫先生 我认为至少他有两点是具有突破性的 第一就是他主动放弃了使用武力 50万苏联士兵从东德东欧这些国家撤回了国内 这才使得东欧国家重新获得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各国选择的尊重 就不会有波兰的大选 不会有杰克斯洛伐克的天鹅戎革命 也不会有柏林强的拆除 也就不会有东欧国家改变的机会 冷战就不会结束 苏联的军队没有垮 他完全可以这样做的 东欧的任何改变改革 苏联的军队都可以直接镇压下去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去做 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所说的 整个欧洲都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因为戈尔巴乔夫结束了欧洲东西分裂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 使得欧洲重新成为了欧洲 这种有能力 但是放弃欺负别人的机会 放弃霸权和武力霸凌 这个不是软弱 这个是勇气 正如美国大多数的白人 主动的放弃了对黑人的奴役 这个不是林肯的软弱 而是林肯的伟大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放弃对东欧诸国实施武力干涉 尊重他国对自由的向往 戈尔巴乔夫先生不是软弱 而是伟大 相比之下 普京使用武力野蛮的干涉乌克兰的主权和选择 这个恰恰是一种软弱和愚昧 而不是勇敢和智慧 这儿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 欠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人民一个感谢 我之前提到过 西方在冷战胜利之后 完全忘记了 这个也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和俄罗斯人民的胜利 西方人沾沾自喜 忘掉了戈尔巴乔夫先生 惹怒了俄罗斯人民 而今天历史就通过普京和俄罗斯极端的民族主义 正在让西方抱悔 西方正在为自己的曾经的自大而付出代价 作为苏联领导人 放弃武力 放弃强迫他人 这个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做出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第二个突破点 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突破点 就是他承认了共产主义实验是一种尝试而不是真理 注意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和之前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是完全不同的 工人阶级一直以来都缺乏属于自己的或者说自己喜欢的政治理论 工会运动呢 一直和这个暴力啊和黑社会啊会有一些瓜葛 这个使得工人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敌人一等的 只能够接受怜悯或者是鄙视 因为你做的事有的时候确实是非法的 而且你也没有一个理论去支撑你的做法是正义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放在了自己理论的核心位置 并且预言他们将是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个对工人阶级的刺激是很大的 不得不说整个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 革命者们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来信奉的 那么在宗教的世界里 你就绝对不能说我的信仰还不是真理 不对 没有不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宗教的 所以也就没有不认为马克思理论是真理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经常听到说某某某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定要坚定 一定要认为你信的那个就是真理 但是这个是有反作用的 这个反过来会使这种信仰成为某种极其僵硬的信条 只要是马克思或者是某个领袖说的都不能改 在宗教的世界里会发生越是原教制主义 越极端 我的信仰就越纯洁 我就越有发言权 在共产主义的信仰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谁越左越原教制主义 越极端 越一大二公 越纯洁 谁就越有发言权 这个就进一步的加深了这个政治信仰在实践中的僵化 这儿我倒是要插一句 一向对信仰不太在意 喜欢从权行事 注重实惠的中国人 却反而受这种僵化信仰的影响比较小 他们在同时选择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上 似乎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事实上他们很有天才的把他称为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种对信仰不太认真的态度 并非总是糟糕的 因为信仰这件事本身 它也有负面的影响 那就是僵化和缺乏应变能力 中国人的态度是比较灵活的 这个也是他们为什么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伟大在于他打破了这种信仰的狂热和禁忌 他引进了修正主义 其实任何在探索中的事物都是需要修正的 你上来就认定一件事情是绝对真理 不是傻就是坏 我相信早期的革命者可能是傻 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嘛 而且很狂热 而之后的那些统治者则更多的可能是坏 因为他们是借这种信仰来维护自己的特权 事实上不光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 我们目前所信仰的民主人权这些价值理念 也一样的需要不断的拷问和修正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 戈尔巴乔夫的意义甚至超越了西方 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说 他说我们离掌握无懈可击的真理还差得很远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话 但是你反过来想 西方的一些学者却非常乐观地认为 民主这个观念已经成了一个新的真理 已经足以让历史终结了 好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离真理还很远 但是西方的学者却说 我们已经找到真理了 那就是民主 我们应该看到民主始终存在至少两个上位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民粹 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都开始短视 开始追求眼前的利益 而牺牲自己看不到的未来 那这个时候民选政府的行为就会越来越短视 普发福利去换取选票 不顾国家的实力去讨好民众 这些都是现在西方很多政府的问题 民主还存在一个问题时 民主存在一个自己破坏自己的问题 这儿我们需要警惕的是 民主根本不是我们人类的本能 我们的本能是集体主义的 公众是有需求要追随一个伟大领袖的 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危机 民众觉得缺乏安全感社会出现混乱的时候 民众会毫不吝啬地抛弃自己的大脑和选择权 他们渴望出现一个强人来力挽狂澜抽干沼泽 希特勒和川普都是民主投票中产生的独裁狂人 请注意 民众是否有权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 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民主上尚未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人都热衷于去歌颂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 但是他们可能忘了 消极自由本身 它并不排斥放弃自由的自由 你有没有自由放弃自由 消极自由是不管这个的 真正的不自由的去维护自由 也就是所谓强迫你自由 恰恰是积极自由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 以后讲到理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聊 这实际上还有一个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关系的问题 就社会精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服从民众 多大程度上需要引领民众 这个也是民主社会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西方的制度并不完美 历史没有终结 也许我们现在认为民主自由 保持自己的选择权 这个是真理 但是我们的后代 他们可能会认为放弃自己的选择权 用机器来为我们做选择是一种更好的制度 这听起来很惊悚 很离经叛道 我们可能自己也不愿意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 但是正如共产主义不应该成为一个绝对真理一样 我们对选择权的追求也不应该成为一种信条 好 下面要开点脑洞了 实际上我们是非常容易放弃选择权的 在GPS这个技术面前 我是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对道路和方向的选择权 哪怕有的时候GPS指出的方向和我要去的方向是相反的 我也会坚信那是必要的绕路 换句话说 我非常乐意和安心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机器 但这个还仅仅是道路选择这样简单的任务 那么将来如果我的身体不舒服了 我会不会去相信一个机器为我选择的质量方案呢 如果我现在要选择职业了 我是不是会相信计算机对我个性的分析 给我提供的适合我的专业道路呢 再比如如果我要选择结婚对象了 我是不是会听从计算机对我女朋友的性格 甚至是基因的分析来让机器替代我选择是否和她结婚呢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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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不会这样去做的 我一定要保留自己的选择权的 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觉得这些观念 是如此的离经叛道匪夷所思 只是因为我们脑子里还有很多的信条 比如说保留选择权 这些信条也许比共产主义要更为正确和靠谱 但是它们依然不是真理 我们依然可以去讨论和否定它们 如果戈尔巴乔夫先生作为苏共的最高领导 它都可以提出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条进行反思的话 这个就相当于教皇开始对基督教教义发起反思 这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和智慧 这个是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另一个更大的突破 那么我们自己呢 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对我们认为的 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的真理 保持一个怀疑精神呢 所以总结一下 放弃武力 尊重他人 保持谦卑 反思信条 我觉得这个是戈尔巴乔夫先生留给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两件遗产 请记住 他因为这样去做 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但是却使得一亿东欧人民获得了自由 世界应该感激戈尔巴乔夫先生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 在北美jrmz.org 这个域名已经恢复了 但是在中国大陆 还需要写jrmz2.org 或者jrmzr.org 好 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支持 我是Eric 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明察秋毫 我是主持人Eric 首先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 周三 拜登总统签署了总统行政令 宣布了学生贷款的减免计划 背负联邦学生贷款的学生 最高可以获得两万美元的贷款减免 这个就相当于政府送了你两万美元 这个消息就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 一方面被这个计划汇集的年轻的学生 有可能会超过四千万人 这个一定程度上来说 对民主党的中期选举是有利的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 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人感觉不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所谓减免贷款 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 对吧 那你凭什么拿这个纳税人的钱 去优待一个特殊的精英人群呢 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大概有1.6万亿的学生贷款 这个涉及到4300万学生贷款者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可以被减免 至少是一部分的学生贷款 金额在1万到2万不等 这个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减免将近 3000亿到4000亿的学生贷款的债务 这个反过来说就相当于联邦政府 又花出去了3000到4000亿 那么这个就引发了另一个不安 这个会不会进一步的恶化 已经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呢 今天我的节目也会回答这个问题 减免计划规定 只要你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 或者你是夫妻两个 你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 你就可以减免1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而如果你的贷款是属于那种贫困学生贷款 比如说那个Payor Grant Payor助学金 你是这种贷款者的话 可以享受2万美元的债务减免 这部分人大概要占到学生贷款者的60% 这个政策是拜登总统 他在竞选时候的承诺 也是民主党一直追求的社会目标之一 其实民主党 他内部的呼声 他原来制定的目标 要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大概是要减免5万美元 所以拜登呢 他是打了一个折扣 但是这儿有一个问题 拜登虽然是总统 但是你是否有权向一部分特殊的公民 去减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他是否有这个权利 我在后面也会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大学的学费高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这个高还不是一般的高 和欧洲同等的大学相比的话 美国大学的收费 可能是欧洲大学的三到五倍之多 美国的四年制本科毕业生 平均每个人背的债务 大概都在三万美元的水平 欧洲学生 包括加拿大的学生 他们背的债务要少得多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简单讲 这个是因为美国大学 和其他的大学不太一样 美国大学经营的重点 尤其是那些名校 其实不是在培养学生上 而是在科研开发上 所以美国的大学 需要买最贵的仪器 要聘请世界上最知名的教授 大学和大学之间相互比拼的 不是我培养了多少学生 而是我有多少科研成果 美国大学 它投资的重点 在其中的各级实验室 所以这样成本自然就比 重点在于教学的欧洲大学 要高得多 另外呢 美国政府对大学生的补贴 也比欧洲要少很多 所以美国大学学费高昂 就导致大部分的美国学生 会背负巨额的学生贷款 这个问题早就在美国政坛上提出来 民共两党交锋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是否给学生减免贷款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求政府增加对大学的投入 来减免更多的大学学费 或者是减免学生贷款 要知道在政府教育开支 占GDP的比例上 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是垫底的 因为美国政府一直有这个理念 小政府嘛 让这个市场去运作大学 但是结果是在过去的15年中 联邦学生债务总额增加了两倍多 从2007年大概是5000亿美元 增加到今天的1.6万亿美元 是因为美国的学生突然想通了 大量的去上大学吗 不是 就是因为学费涨得太快 学生债务是目前美国家庭债务的第二大类型 仅次于仿贷 大概占家庭债务总额的10% 但是更糟糕的是呢 学生毕业以后 他往往薪资并不高 或者说他的职业并不稳定 这就导致学生贷款的违约率比较高 美国大概有20%的学生贷款 借款人违约 我毕业以后挣不到那个钱 我也还不了这个学生贷款 据美国政府估计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贷款的这个债务 是坏账 是永远无法收回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拜登总统减免一万到两万的这个学生贷款 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会增加大量的美国政府开销 因为有些钱他原本就是收不回来的 这个我后面还会提 高等学府的学费越来越贵 他学费增长的速度是远高于一般的通胀率 而且越是名校 学费增长就越快 我们单单说学费 还不包括其他费用 举例 哈佛大学1985年平均的年学费不到一万美元 而现在已经超过了五万美元 三十多年中上涨了超过五倍 他的年平均增长率大概是4.5% 是美国这段时间以来平均通胀率的接近两倍 但是奇怪的是呢 越是贵的高等学府就越受欢迎 像哈佛啊 MIT啊 这些院校几乎每年收到的申请都要创新高 也就是说竞争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多的人要上这个特别贵的学校 据统计美国公立学校四年的总成本大概是12万美元左右 而长城腾联盟也就是那个Ivy League 他们的平均的四年总成本是25.5万美元 要高出一倍多 你可能说那没事 名校出来的人嘛 他挣的也多啊 不对 更诡异的事发生了 据Investopedia的资料 这是一家金融教学的网站 Investopedia 在他的研究中显示啊 排名前八的这个公立大学的毕业生 毕业后的起薪大概是7.7万美元 而最好的八个腾校的这个毕业生的毕业起薪 只有7.3万美元 Investopedia还估算了毕业生毕业四年之后的这个成本回报率 也就是说你投入上大学的钱和你后来挣的这个钱 可以看成是你的投资回报 对吧 公立大学是51.6% 而腾校只有44.6% 所以从纯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 Investopedia认为上腾校是划不来的 那有意思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要上腾校呢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 2014年这个民调机构盖洛普和普都大学 他们两个联合研究了三万名本科生 他们创造了一个指数 就叫盖洛普普都指数 这个指数啊 是研究大学毕业生是否拥有更好的工作和更幸福的生活 这个研究开始的目的呢 他是想找出一个衡量一个大学质量更客观的标准 就是你培养出来的这个人是不是有更好的工作 是不是有更幸福的生活 然后反过来用这个指数来评价你这个大学实际的质量 结果他的研究发现 大学的选择 就是你选上什么大学 和你未来工作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之间 没有相关性 这个结论太有意思了 他和华裔普遍的这种腾校名校的崇拜 似乎不太和谐 我对这件事的解释呢 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解释这个现象 这句话叫一将功成万古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越是精英的学校 它的竞争性就越大 绝顶的大学能够培养出绝顶高手 也就是绝顶人才的这个机会 显然是要比普通大学更高的 但是即使如此 绝顶高手他所占的比例 依然是非常非常小的 腾校出来的人依然绝大部分是庸才 但是你需要培养出绝顶高手的话 你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去砸 去建立最好的实验室 去聘用最好的教授 那这些成本谁来承担 其实就是那些没有成为绝顶高手的 普通的庸才 他们用大量的资金 为这个大学去堆出了那些绝顶高手 所以我说一将功成万古枯 这个模型就能很好地解释说 为什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绝大多数的人去上腾校的 这个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因为你的投资实际上是去资助 绝顶高手的产生 当然这个做法呢 你不能说他完全错 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或者说对于人类来说 有这样几个绝顶高手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这个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说学生贷款负担的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还会引出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就是高等教育这种事 它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吗 它是可以在市场经济的这个模式下去运作的吗 实际上教育是一个比基建更长周期的这样一个投资 这种超长周期的投资 其实并不适合去交给市场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太大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这个方面我就不展开了 我们就说眼前的 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你减免了大量的学生贷款之后 就等于是增加了几千万人的这个消费能力 对吧 那么这个会不会进一步的加深通胀呢 高盛和穆迪的经济学家们给出的分析比较谨慎 他们认为由于这种减免不是直接的把现金放到消费者的手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还学生贷款的人 他每个月还贷的支出一般不会有太大改变 大多数人是采取这种固定的月付 就相当于提前多还本金嘛 所以不太会立刻让他手中的现金多起来 对消费市场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 比较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 就是AEI 他的研究报告也同意这一点 他们也认为这个政策可能对通胀的影响不大 但是呢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也认为 这个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说到底有多少人会申请这个减免贷款 他们会用多余的钱去做什么等等 所以这个是不是会引起通胀 并不确定 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拜登总统是否有权去减免学生贷款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 他不是总统吗 不是的 因为减免联邦债务啊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这就相当于是政府在花钱 在美国政府要花钱 必须要通过国会的预算批准才行 那你白宫到底有没有法定的权利来绕过议会 擅自就决定我多花三千到四千亿美元呢 这个是有法律争议的 司法部给出一个解释 说2003年通过了一个英雄法 叫Heroes Act 这个是缩写 它的全称叫健康和经济恢复紧急综合法案 在这个法案中规定 政府在国家遇到紧急状况的期间 可以做出这一类的政府预算的调整 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政府也做出过类似的减免 或者暂停还贷的这样的做法 但是这一次减免的额度太大 三千到四千亿美元不需要国会批准 拜登一个总统行政令就把这钱花出去了 所以这个还是有争议的 有一些反对者 他们可能会提起法律诉讼 总之 你减免了学生贷款 一部分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会因此受益 但是这个也引发了一些社会公平的争议 凭什么 你本来就是天之骄子了 你本来就是社会的中上层的人了 对吧 接受了高等教育 我还给你债务豁免 这个是有一点争议的 这个政策可能会有利于民主党的中期选举 但是也有可能引起相反的效果 对于通胀的影响程度不确定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影响不大 而在法律问题上 这个政策有可能会面临司法的挑战 虽然司法部认为说 白宫的这个权利是被法律保护的 但是这个总统行政令 还是有可能会被起诉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 今日美政网站的新网址 jrmz2.org jrmz2.org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我是Eric 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